嗨,我是陳小姐,有急事找你 那我們就直接來打電話給她 喂? 喂,妳好 喂,覺得陳小姐嗎? 我以為她不會結 結果她結起來了 然後最後一句話都沒講 她打回來了 喂,妳好,覺得陳小姐嗎? 耶耶耶耶! 是 喂? 喂? 喂,有聽到嗎? 喔有有,聽得到 我還是,剛才說他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動框 所以就沒有那種 對對對 嗯,那這樣可以喔 可以 妳好,對,我是妍妍 妳之前就是有沒有去那個 就是證券商投資師傅交過 欸,沒有耶 都沒有過是不是? 對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這邊是同屋公司啊 然後我們就是有跟證券商合作 然後他們會推一些客戶 比較優質的客戶在我們這邊 那有可能再給我們資料的過程 就是資料寫出門 然後就是到很多去添加到你給這樣子 了解 因為我是收到簡訊欸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填寫資料說 之後會發出點訊息給客戶 對 因為我們這個同屋公司主要就是說 希望就是一些添加的 一些算是鼓勵嘛 那希望他們現在一起來學習 交流一下交個朋友這樣子啊 了解 對啊對啊 因為其實還可以訂閱 嗯嗯嗯 是蠻年輕的 對啊 你大概看起來也很年輕 了解 因為我最近也有想要投資啊 我最近也有想要投資 如果說你不建議的話 就是我們也可以當個朋友啊 然後聊聊天啊 其實如果說你有想了解什麼 我也都可以跟你說啊 喔 了解 對啊對啊 好好okok 對 好沒問題 謝謝掰掰 不會不會掰掰 他居然接電話 他居然接電話了耶 他好像聽到我很年輕之後 他就不感興趣了 欸所以 所有的這些簡訊 都是在 就是拉人家買股票 但是問題是 我最近也有 收到很多人 直接把我的LINE 加到那個股票的群組裡面 但我很快就退掉了 這些到底是 是怎樣啊 後面超好笑 還問我說 這人怎麼稱呼你呢 然後就說 他有一些特務在諮詢 所以不能講電話 我們用打字聊天喔 他說 我頭貼看起來像25歲左右 很漂亮耶 作為女生的 我都有一點喜歡上你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 我才20 欸這個人不會講話咧 要講也要講像18吧 所以我長得像25歲 我有看起來這麼老嗎 底下留言 留言告訴我 大家看起來像幾歲 這個詐騙集團 很不會講話咧 他後來問我說 你覺得你能拿多少錢去做投資 我就跟他說 姊姊你們可以借我錢投資嗎 然後用那個貼圖 結果他就直接不回我 他就直接快要一個小時沒回我 我就再密他一次 我說姊姊我開玩笑的 10萬夠嗎 他說他剛剛在忙 他說再質疑說 我有10萬嗎 然後 他就給我一個連結 點進去就是一個社群 他說裡面有在教大家怎麼投資股票 那 他說我可以先觀察 之後再跟著買 我進去那個社群裡面 就是一些人在討論說 要買哪一些 買哪幾間這樣子 大家這種 投資的東西真的要小心 自己要多做功課 這種人家的社群講的話 就不要太相信 因為大部分都是詐騙 我相信大家都收過很多這個簡訊 大家自己要小心 不要一時期的貪念 人家不會這麼好心 報名牌給你的 就是呢 不要因為想要投資賺錢 就進了群組 然後就跟著他們 傻傻的去買啊 或是傻傻的請他們幫忙操盤 這樣子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我就是因為呢 最近收到太多這種簡訊了 就很好奇 背後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詐騙手法 那關於股票詐騙的部分 你們也可以到新聞查一下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去詐騙的 總之呢大家還是要小心 那個簡訊呢不要看人家是美女 就繼續跟他聊累 前幾天的時候呢我去買化妝品 然後就櫃姐跟我說了一個payball 然後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iPhone的話你可以打開你的設定 然後再到訊息那邊 把那個iMessenger那邊關掉 關掉之後呢你就不會收到這些 騷擾的簡訊了 我自己關掉之後是都沒有收到了 因為他們的途徑都是用iMessenger去發布 那這一個方法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收到這些簡訊 真的很煩的話 可以去設定那邊把它關掉 這樣子你就比較不會收到這些簡訊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報復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